转载自摆教号作者 大猫羊体育在刚刚结束的胡仁队正开拖招比赛中 胡仁整场三分球表现十分的尴尬 一度达到了13中0 即便球队在其他方面发挥十分的出色还是输掉了比赛 不过单靠这些就来认定胡仁是三分线之内最强的球队 显然是不理智的甚至是愚昧的 事实从来都不是一两场比赛就可以来说定的 胡仁上赛季三分球的表现至少也是联盟的平均水平 场均可以命中十个三分 命中率为34.5% 而胡仁的对手场均命中十点四个三分 命中率为35.5% 看得出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可言 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在三分球上占据优势或者劣势 在赛季的胡仁相比上赛季并没有很大的变动 而球队最强星人詹姆斯 在三分球方面早已经处在联盟顶尖水平 不难看出在对正拍拓者的比赛中如此糟糕的三分球表现是纯粹的意外 当取消三分线之后获益最大的球队自然是拥有超级内线的球队 胡仁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占优势的 在小边看来西部的提湖和东部的76人会统治各自区域 并且在总决赛相遇 提湖老大安东尼大维斯已经可称为联盟的老将 新赛季是他的第七个赛季 并且在之前的两个赛季离场军都可以拿到28加11加2的超级数据 大有奥尼尔的风范 在进攻和防守端都具有相当的统治力 不仅如此 在提湖队内还有一位和蒙梅哥 十分相搭的米罗蒂奇 在提湖队阵火箭的比赛中 由于卡佩罗缺阵 这哥俩儿一个拿到32分16个蓝百八助攻三个该冒三场段 一个拿到30分10个蓝百三助攻 可谓十分的嚣张 七十六人和皮肤相绑 而大帝恩彼得更像是奥拉朱旺在世 在他的新秀赛季就将自己的天赋闪度无遗 这也让七十六人管理层十分暴心的送走 雷奥卡夫、诺尔两大优质内线 恩彼得在球场上根本找不到与他身体相仿的球员 无论面对谁他超强的B站和身高都是错位般的存在 再加上出色的脚步和进攻技巧 根本是不可防守的存在 恩彼得还具备十分出色防守天赋和意识 他甚至入选了上三季的最佳防守阵容二阵 在七十六人阵容同样拥有一位酷色内线与恩彼得搭档 那就是身手十分全面的萨里奇 由于同时出战新秀赛季 两者还是当赛季最佳新秀的竞争者 歪歪的事情到此结束 新赛季终于开打 让我们期待新赛季各种奇迹的发生 喜欢篮球一定要关注大猫羊哦